说起中国上下五千年,文化博大精深,美食数不胜数,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痴迷,对中国美食依恋,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的武术。 玩国人对中国武术的痴迷,已经到了一种境界,他们认为中国人人都会武术,会功夫,影视剧中各路大侠被演走壁,各武力党派身怀绝技,什么少林武当,什么光明鼎,俄眉派,我们身为国人自然知道那只是武侠制。 不过像叶文,黄飞红,霍远甲,李小龙等有真功夫的人士确实存在的,他们是中国武术的名片,代表了中国的武术精神,是真正的武术大家,或许是因为影视剧的播出使得他们名声在外,广为人知。 但是若是真要奔出个一二三来,黄飞红,霍远甲都计不了前三名,而这三位才是真正的三大武林高手。 第一名孙露堂孙露堂,860年到1933年名府全,自露堂,晚号寒斋,别号活猴,河北顺平县北官人,孙世太极全纪孙门武学创始人,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,在近代武林中素有武圣,武神,万能手,虎头少宝,天下第一手之称。 孙露堂孙露堂不禁武功造一绝伦,更有一颗爱国之心,据孙世武学研究中记载,因为孙露堂曾经在1920年轻轻松松的,打败了日本先皇亲定的武士。 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羞辱,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,于是十年之后,1930年,日本人选出本国六名高手再次来找中国的孙露堂挑战。 他们认为此时的孙露堂已不再是当年那般年轻有气力,况且本方六名日本高手,必然可以以多取胜,而且还规定不许用技巧,只能此拼力气,真可谓是狡猾不要脸啊。 他们一心妄图找回十年前的脸面,孙露堂深知此阵代表了中国人的脸面,代表了中国功夫,虽然当时才已经七十岁高龄,但是还是直面挑战,毫不退缩。 他提议,以游戏方式切除武艺,孙露堂以一对武,平常于当,命无为日人以任意方式固压自己。 另一个日本人喊三下,看孙露堂在三下之内能否起身。 当日本人人财喊两下时,孙露堂藤沾而起,五个日本人皆被发出树杖之外昏突鱼的,一时静不能起,在场的人都惊呆了,正在孙露堂卫生权。 第二天,日本人又来了,远出二十万大洋,请孙先生东渡日本,教授权术,孙露堂断然不会去,拒绝了。 随后,日本人尊四路堂先生,为文武养到三大雄,第二名蔡隆云蔡隆云,山东渊,从小习武,九岁就对各种拳法,掌握得如行云流水一般。 他最著名的还是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三前就打趴下了俄国的高达猛男,从此名镇上海滩,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 被誉为神圈大龙,1943年,年仅十四岁的蔡隆云,在上海登台与外国高手比武,初出茅庐的蔡隆云,甚至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。 登台以后才发现是一个俄罗斯壮汉,西洋拳机界名手,马索洛夫,马索洛夫年三世,正是壮年,而且挺个魁梧,而蔡隆云身形瘦小。 台下不少观众忍不住为他捏了宝汉,蔡隆云出声牛读不怕虎说的就是蔡隆云这种人。 他当时甚至不懂西洋拳的比赛规矩,也不知道双方还要互相示意,刚一靠近对手,就使出浑身力气,给了他一个怪耳拳。 马索洛夫毫无准备,一下就被打猛了,半天没琢磨过而来,全场一片哄笑,谁成想三个回合下来? 高大为猛的买索洛夫,竟然被一个中国孩子打得落花流水,实在是痛快。 蔡隆云为中国人争了气,战上了西洋人,第三名万籁生万籁,争自人们第三代掌门人。 武术教育家,积极家,自长青,湖北上武昌县人,自幼协爱武术,中学期间,从同学中善无知习致,因其刻苦好学,物性欲高,被诸诗全爱,深得全公知真谛,成为自人们全法一代宗师。 并为陆河门、罗汉门、张三丰太极拳等主要船员。 万籁生1928年,南京举办武术国陶,万籁生一战成名,被李继生看重,任国术馆馆长,受烧将军衔,抗日战争时期,到多个部队做武术指导。 解放后,万籁生改行当了医生,仍然不忘习武健身,并且写有多部关于武术的著作,《奇门徒弟子编辑海内爱》。